杂阿汉经424记载 在我们这个世界 以千计太阳系组成的小世界中心 日光无法昭灵 幽冥无光 众生在幽冥中受极大苦 以千计的小世界组成的中千世界 中心同样幽冥无光 也有众生在其中受大苦难 以千计的中千世界组成的三千大千世界 中心也是幽冥无光 同样有众生在其中受无量之苦 观点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一个不见踪影的怪物 被高速甩出宿主星系 在太空中一路狂奔 在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力量作用之下 转开气体云 沿途留下一条长达20万光年 两倍于银河系的新生恒星带 这个怪物是什么呢 它对太空都做了些什么呢 最近 NASA的哈勃望远镜 在无意中捕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洞器官 一个相当于2000万个太阳的超大质量黑洞 像推土机一样 以不可思议的超音速 离开前面的气体云 一路向前冲去 被高速撞开的气体云 正不断地形成新的恒星 这个怪物 就是这个前所未有的黑洞 也是科学家从未见过的情景 此前 科学家所观测到的黑洞 都是在那里 静静地吞噬着周围的恒星 这个像推土机一样一路狂奔的黑洞 速度太快了 显然 它根本没有时间来细细咀嚼周围的恒星 耶路大学天文学教授彼得冯多坤和他的团队 将这一发现 发表在了2023年4月6日的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 这个一路狂奔的黑洞 在遇到另外两个黑洞形成的鞋和双子黑洞后 被甩了出来 开始在太空中横冲直撞 难道黑洞也玩三角恋爱吗 故事是这样的 大约在5000万年前 两个恒星系开始合并 合并过程中 两个星系的超大质量黑洞在中心相遇了 他们既没有合二为一 也没有分崩离弃 而是彼此围绕着对方旋转 成为了鞋和双子黑洞 随后 双子黑洞身边又出现了第三个恒星系 这第三个恒星系也有着一个自己的超大质量黑洞 不过呢 这三个黑洞一见面呢 局面似乎就不那么和谐了 其中的一个黑洞就被高速甩了出去 另外两个黑洞的宿主信息则向相反的方向飞了出去 故事的现状大致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 这三个黑洞的三角恋爱故事会怎样继续呢 这就有待于NASA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和 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的后续观测结果了 NASA说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个狂奔的黑洞 或许它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 多坤教授说 这个恒星的轨迹相当惊人 非常非常明亮 非常的不寻常 和我们以前看到的任何东西都不像 黑洞也会狂奔 它为什么会狂奔呢 狂奔意味着什么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啊 还需要从黑洞的本身说起 什么是黑洞吗 我们在地球上行走 会撞上一个黑洞吗 黑洞是现代广义相对论中 存在于宇宙空间中的一种天体 它的引力极其强大 大到连光都无法从其 事件世界中逃脱 这是一种比较学术的说法 要想了解认识黑洞 我们首先需要先来认识一下 什么是脱离速度 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一个天体 无论是一只猫一个球还是一个宇航员 如果要想离开地球呢 它的速度就必须超过每秒11.2公里 如果速度低于11.2公里 就会回落到地球 这个每秒11.2公里的速度呢 就是脱离速度 脱离速度和天体表面的重力有关 跟物体本身的质量没有关系 一颗小石头和一栋房子 脱离地球表面的速度都得是每秒11.2公里 也就是说呢 脱离速度是一个没有动力的物体 脱离一个天体表面不再掉下来的最低速度 月球的重力比地球小 所以脱离月球表面的速度就只需要每秒2.4公里 而太阳表面的重力比地球大 所以需要超过每秒618公里的速度 才能脱离太阳 黑洞呢也是一个天体 却是一个不发光的天体 不仅不发光还能吞噬所有的光 也就是说呢 黑洞的质量大倒能够吞噬光子 如果站在黑洞的表面 要离开黑洞 得跑多快呢 脱离速度得是多少呢 答案是 超过每秒30万公里的光的速度 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跑得比光还快 一旦有东西掉入黑洞的事件事件 就永远跑不出来了 连光都跑不出来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脱呢 黑洞是黑的 是因为光都被黑洞吞噬了 它就永远也不会发光了 所以这样的天体呢 就被称为黑洞了 最早的黑洞不是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 而是从理论上推算出来的 推算的人是德国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时空的概念 几个月后 史瓦西就透过非常复杂的数学公式 解释了为什么质量超大的物体 有办法扭曲时间与空间 而且任何东西都无法逃脱 包括光 现在黑洞事件世界的大小就称为史瓦西半径 所谓事件世界 就是一种时空的曲隔界线 也就是说呢 黑洞的周围边界就是世界世界 这个边界的脱离速度大于光速 在这个世界中 所有的光追都已经变形 朝向黑洞的中心 一旦粒子进入世界中 就会朝向黑洞运行 被黑洞吞噬 史瓦西把他的计算结果 寄给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看后非常惊讶 因为当时爱因斯坦本人 只算出了近四件 爱因斯坦自己 其实并不相信黑洞真的存在 黑洞既有超大的质量 还能捕捉一切 包括光线 这听起来不是挺怪的吗 物理学家们也是这么觉得的 爱因斯坦认为 黑洞只是一个存在于 相对论概念中的 理论上算出来的东西 1939年 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 奥班海默 根据广义相对论证明了 当天体的质量 大于临界质量时 引力它缩后 不可能达到任何的稳态 只能形成黑洞 根据理论推算 和大量天文观测数据的证实 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的确有无数的黑洞 神秘的藏身于各星系之中 但是 因为黑洞自身不发射 不反射电磁波 移气和肉眼都无法观测到它 所以人类从未直接看到过黑洞 也不知道它长得什么样 不过呀 这个理论上的黑洞 在现实中 终于还是被人类发现了 1970年 美国自由号人造卫星发现 在天鹅座X1上 有一个比太阳重 30多倍的巨大星球 正被一个相当于 10个太阳重的 看不见的巨大天体牵引着 发射出X射线源 天文学家分析后 一致认为 这个天体就是黑洞 这就是人类发现的 第一个黑洞 科学家发现 天鹅座X1是一个双星系统 也就是两个天体 在彼此的重力吸引下 互绕运行着 其中一个天体是蓝超巨星 也称为半星 另一个天体呢 则是黑洞 也就是发出X射线的来源 黑洞不是不会发光吗 为什么还会发出X射线呢 半星的物质 在黑洞的附近 会先形成一个吸气盘 然后再掉进黑洞里 吸气盘的温度非常高 这样的高温就会发出X射线 由于吸气盘在黑洞的外围 离黑洞还有一段距离 X射线还没有被吞噬 所以能够发出X射线 这就是天鹅座X1的X射线的来源 也就是说呢 发出X射线的是黑洞的吸气盘 而不是黑洞本身 天文学家还测量出 天鹅座X1的黑洞和半星的质量 分别是太阳质量的15倍和19倍左右 为了能一睹黑洞的阵容 2017年4月5日到14日 全球30多个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启动了一项庞大的观测计划 世界望远镜计划 将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 8个射电望远镜阵列 组成一个虚拟的望远镜网络 来捕获黑洞的影像 两年后 2019年4月10日 第一张黑洞的写真照 在华盛顿、上海、台北、圣地亚哥 布罗塞尔、丹麦伦比、日本东京 同时发布 终于揭开了传说中黑洞的神秘面纱 这是世界望远镜观测到的 一个来自5500万光年以外的 位于十女A星系M87的黑洞照片 三年后 也就是2022年的5月12日 世界望远镜举办了全球记者会 公布了轰动世界的人类史上的第二张黑洞照片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人马座A的首张照片 这张照片为什么如此振奋人心呢 一切还要从银河系中心开始说起 1933年 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杨斯基 在解决无线电通讯背景造成干扰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 最强烈的干扰源 是来自人马座方向的无线电短波 这个方向正好指向银河系的中心 后来这个无线电波源的位置就被称为人马座A 1970至1980年代 天文学家发现 人马座A是由多重结构组成的 1974年 华盛顿大学天文学名誉教授巴利克 和英国天文学家布朗 用电波望远镜发现了 在人马座A的某个特定区域 有明亮致密的无线电波释放出来 根据不同波长的电波和射电得到的观测结果 银河系中心简直就是金光闪闪 锐起千条 各个波段的电磁波应有尽有 最耐人寻味的就是X射线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一个物体主要发出的是X射线 那它的表面温度估计就会超过摄氏1000万度了 而我们的太阳呢 表面温度才摄氏5500度 那么这个摄氏1000万度以上的天体 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1960年代 天文学家把这些未知天体都称为类星体 一开始呢 他们推测 类星体可能是黑洞 中子星 脉冲星 超行星等等 但是目前 主流学界一致认为 类星体就是黑洞 在黑洞的吸气盘上 高速绕行的物质 会因剧烈的摩擦碰撞 而产生高温于磁场 并且激发强烈的电磁辐射 因此 天文学家认为 银河系中心强烈的X射线的来源 可能就是黑洞 难道说银河系的中心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吗 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半颁给了彭罗斯 另一半则由根泽尔与盖茲共同获奖 彭罗斯发现了广义相对论 可以预测黑洞的存在 他用数学非常强妙地证明了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黑洞之间的关系 而根泽尔和盖茲则探讨了宇宙中最黑的秘密 并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心发现了它 从1990年代起 根泽尔和盖茲就分别率领天文学团队 专注于研究位于我们银河系的中心 被称为人马座A的区域 研究过程中 他们建造了独特的仪器 利用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透过星际气体和尘埃来观察银河系的中心 并用高分辨率 绘制出在银河系中央的量星的轨迹 两个团队都发现 在人马座A的中心 有个非常重且隐形的天体 在拉着恒星旋转 使恒星的移动快得一呼寻常 这个小小的比太阳系还小的区域 却聚集了大约400万个太阳的质量 这个隐形的天体到底是什么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超大型黑洞 银河系的中心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这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银河系的中心是个黑洞 难道说银河系中 所有的恒星系的宿命 就是总有一天都要被黑洞吸进去 被吞噬掉嘛 也包括太阳系嘛 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因为如果用地球的时间来衡量的话 即使太阳系会被黑洞吞噬 那也将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之后 不过日本哲学家车田大作认为 黑洞的表面地球人是不可能看到的 一旦进入黑洞就再也不可能逃出来 因为那就是无间地狱啊 根据杂阿罕经的记载 释迦牟尼在讲三千大千世界的法的时候 曾讲过 在小千世界的中心是暗明所在 因此佛教人士认为 黑洞就是这个暗明 也就是幽民地狱的所在 是纵生感应果报的一种现象 黑洞到底是不是无间地狱 这个还不好说 但佛经中的说法 还真的是不无道理的 因为正在被黑洞吞噬的恒星 被称为半星 天文学家发现 黑洞其实是被半星卫大的 实际上它并不会主动去吞噬半星的物质 半星提供的物质 也不会直接就掉进黑洞里 而是先在黑洞外围形成吸机盘 再慢慢地从吸机盘掉进黑洞 其实呢 吸机盘上的物质 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掉进黑洞的 就像人造了业 不会马上就死掉一样 还是有改过的机会的 这和太阳系里的行星很类似 行星遵循给它设计的轨道 正常地绕太阳运行 是不会掉进太阳的 那么吸机盘上 什么样的物质 才会掉进黑洞里呢 这和人造卫星 掉入地球很类似 靠近黑洞吸机盘内侧的物质 让黑洞的速度 会比外侧的物质要快 不同的速度会产生摩擦 这种摩擦 会让吸机盘上的物质 更靠近黑洞 最后就掉进黑洞里了 这和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 非常类似 越坏的一边 积累业力越多 就会被业力反噬 就越接近死亡 因为这种摩擦 吸机盘上的物质会产生高温 高温的吸机盘 甚至会发出强烈的X射线和伽玛射线 因此科学家通常会用X射线和伽玛射线望远镜 去发现和寻找黑洞 根据砸阿罕金的说法 在我们这个世界 数以千计的太阳系 所组成的小千世界的中心 日光无法照临 暗明无光 其中有纵生生在此处 在幽冥中受极大苦 数以千计的小千世界组成的中千世界 中心同样是幽冥无光 也有纵生在其中受大苦难 数以千计的中千世界组成的三千大千世界 中心也是幽冥无光 同样有纵生在其中受无量之苦 如果佛经中的小千世界 指的就是银河系 那么现在发现银河系的中心就是黑洞 银河系的所有天体 都是围绕此黑洞旋转 那么连恒星的光辉都无法照亮的黑洞 黑洞不就是地狱的存在了吗 也就是说地狱是人类罪业的集中反应 是人的贪婪欲望喂饱了地狱 换句话说地狱也是神 为了给人类消化罪业而创造的地方 也可以说是确保宇宙 生生不息的一个机制 其实黑洞吞式半形是万条斯理的 并非狼吞虎咽 那为什么最新发现的黑洞竟然是一路狂奔的呢 难道是黑洞因为三角恋爱而突然改变了性情吗 还是宇宙中有大事发生了 从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中 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智就是质量 能就是能量 智能方程 E等于mc方 E表示能量 m代表质量 而c则表示光的速度 这说明一个物体运动越快 动能就越大 它的能量就越大 同时质量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物体的质量和能量是一回事 很多人认为智能方程说的是质量和能量的相互转化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质量和能量不是相互转化的关系 而是一体的关系 智能方程体现的就是这一点 质量等价于能量 黑洞的质量极大 说明黑洞的能量也极大 大到能够吞噬光子 光能给宇宙带来温暖 给地球生命带来温暖 光子中的电子本身就是能量的体现 黑洞能够吞噬光子 这说明黑洞具有解体电子的能力 一切生命进入黑洞都将化为混沌之气 回归原始 因此有科学家认为 黑洞既是宇宙的终点 也是宇宙的起点 也就是说呢 宇宙并不是大爆炸产生的 黑洞才是宇宙的大能 能毁灭宇宙 也能创造宇宙 如此看来 黑洞突然一路狂奔 或者说 让科学家看到了一路狂奔的黑洞 是不是意味着 被迅速吞噬的恒星中的败物 化成混沌之气之后 就不断地在黑洞的身后 形成新的恒星 新的神明了呢 如果银河系就是一个神明的小宇宙的话 那么这个小宇宙中的任何生命 穷其一生所能到达的 也只不过是微尘般的距离罢了 不过正如金书中所说 心包太虚 梁州沙界 道家讲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佛法也告诉我们 心内的空间比心外的空间还大 从量子力学 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目前科学家已经证实了 量子纠缠那种鬼魅般的超级作用 也就是量子存在超感官之觉 那么如果静下心来 反观内视 以我们体内的小宇宙中的量子 去感知银河系 这个小宇宙中的量子的振动 是不是就可以洞悉 大宇宙中的一切了呢 或许我们会发现 一路狂奔吞噬着恒星败物的黑洞 正如地球上吞噬着 人类工业的战争和瘟疫 离我们只在咫尺之间 又或者这是天象对未来的预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也请YouTube的观众朋友们 订阅支持我们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